好,各位大家好,我是邱老猴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一本非常好的書 這本書是專門針對說 你可能是在日上工作上班 或者你要跟日本做生意 然後你日文已經學蠻久了 但是你不知道怎麼樣好好的去介紹台灣各縣市的景點 要講台灣的各縣市景點有什麼歷史 然後什麼好玩的 然後什麼課設 他要怎麼講 還有另外就是說 最近我有學生他們要參加日本導遊的口試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什麼是日本導遊 日本導遊就是說 日本的觀光課 他來到台灣來 然後日本導遊口是台灣的考試 然後你考上這個執照以後你可以當 台灣的導遊 然後帶這些日本觀光課 然後在台灣這樣玩 嘿 那通常是 一般都是日本老人團居多 然後從他們第一天再到那個桃園下飛機 然後住桃園的飯店 然後一般台灣導遊是帶他們這樣台灣繞一圈 嘿 台灣繞一圈 然後你可能要講到哪個縣市 還是到什麼日月潭 然後你要跟他介紹這個景點 要介紹這邊的歷史 嘿 然後介紹這些小吃 嘿 那日本導遊口試的話 他是這樣考 就是日本導遊考 日本導遊的這個考試 他是在每年的三月 大概是在每年的三月中 然後要先通過比試 這個比試還蠻難的 要有N2以上的等級會比較好考 等到你考過比試的時候 在五月的時候 再參加他的口試 那他為什麼要口試 因為你要帶日本的觀光客 然後在台灣玩 所以你要必須用日文 然後去跟這些日本觀光客 去介紹說明 嘿 所以他是要考口試的 然後口試會考兩題 那是抽題目 譬如說 請你介紹這個 台北的夜市 或者請你介紹 欸 台灣為什麼要少指話 全部都用日文講 然後一題是六分鐘 所以就是 就是 常常要練習講日文 嘿 然後如果六分鐘都講不出來的話 那可能就不及格 那可是因為 他其實也沒有這麼難 因為你通過比試以後 你的那個口試及格率 有將近七成可以及格 所以他只有刷掉三成 嘿 所以就是 大部分都會過著一個考試這樣子 嘿 OK 但是還是要練習啊 還是要練習啊 嘿 這個是蠻難的 因為我之前 呃 有時候帶一些日本的 呃 朋友在台灣玩的時候 啊 譬如說 吃到一碗很好吃的牛肉麵 我要跟他講 欸 這個牛肉麵是從什麼做的 然後他大概怎麼煮 然後大概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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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對這種 吃的東西不是很了解 嘿 那我用中文講 很多講不好了 更快用日文講了 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大腸包小腸啊 還是這個豆花啊 還是這個蔥油餅啊 齁 蔥油餅它怎麼做的啊 用什麼原料啊 啊好吃在哪裡啊 啊 蔥油餅可能有什麼歷史啊 什麼由來啊 這些我全部都不會 我只能講很大概很大概的 但是我沒有辦法講到 就是介紹很漂亮 那 這樣的 呃 整整講的大概沒有辦法 介紹到很漂亮 因為他那個 那種 呃 食物的那種 還有那種 料理法的那種 嘿 還有什麼 譬如說 帶日本去吃海鮮 然後這個是什麼魚 搞不好 我連這個 這個魚的中文都不會講了 有沒有 對 啊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個是蠻難的 嘿 而且 我們一般考日文檢定的話 我們讀了書跟這種 那種觀光的那種介紹的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齁 那我最近發現一本書 其實他 他非常的不錯 還有就是有去整理這些 嘿 好 那我就介紹給大家 就說譬如說我們要怎麼去介紹台灣 有沒有 好 這一本書這個齁 而且他這本書非常的便宜 他的 他這一本書的內容非常的多 而且他賣得很便宜 重點是他還有CD 而且他寫的那個介紹的台灣的那個 那個 那個課文齁 他寫 我覺得他寫的蠻文雅的 對 這應該不是一般的日本人寫的 應該是 蠻有程度的日本人寫的 然後再接上台灣人的介紹 就是應該寫蠻久的 所以我這段書是 對我來講是很實用的 如果 然後 如果是要 呃 長期要接待日本客戶遊台灣的齁 或者是說 要參加這個什麼 台灣的這個日本導遊口試的齁 或者是說 他其實對考N2考N1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教材 因為他裡面的單字也非常多 他對考N2考N1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教材 齁 重點他是賣 他賣得又很便宜齁 那我們現在介紹這本書 好 這是他書的封面齁 好 OK 等一下 我應該把它連起來齁 拍的齁 好 這邊是台灣日語導覽 暗內人完畢攻略 這是他的書名 我等一下把網址貼下來 好 OK 他介紹了台灣21個縣市還有長餐旅遊的景點 他還有MP3 還有完整的中文翻譯 然後第二個很重要的是他有 這邊有寫齁 他有介紹90種的在地美食 就是我們台灣的傳統小吃有90種 這個東西真的非常難找 嘿 還有傳統文物齁 這是非常棒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內頁齁 就是 呃 有在接待日本觀看課的 還是日本朋友很多常要接待他們玩台灣的 你就要發現這本書是不錯齁 你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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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在這邊有寫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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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車に乗って30分ほどのところに 從台北坐電車30分鐘的一個地方有沒有 陶芸街として有名な 以陶芸街非常有名的 銀河があります 有一個叫銀河的地方 是以陶芸出名的 然後下面就開始介紹介紹介紹 然後的話就是把這些貝貝 就是看一看貝貝聽一聽 那這個對這個做光光導遊的 還是借在日本客戶的這個人 這個書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個 好 你看他這邊有寫的非常多 我們要看 什麼敵化街 這種比較大經典他都有寫 而且還有介紹歷史 我們要 好 我等一下看 好 新竹地 都口尼阿魯農 說到新竹在哪裡呢 都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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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什麼樣的地方呢 有沒有 他這邊就開始寫介紹了 OK OK 看一下怎麼寫 台灣 福西部 新竹在台灣的西北部 有一個叫新竹一個地方 新竹西尼阿魯 在新竹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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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 衝擊平原 像喇叭這樣的 像喇叭這樣的形狀 新竹寺 這個衝擊平原 是像喇叭這樣的形狀 有沒有 東北 南西 從東北還是南西這邊吹過來的 即世之父 の営丘を受けて 受到這個 從東北南西吹過來的 這個季節風的影響 今日父を生出し 今日父を生出します 產生了搶風 そのため 因此 新竹は風の城とも 呼ばれていて 所以 因為如此 所以新竹也叫做封城 其實他寫這些 我都不會 就是 這個新竹為什麼叫封城 然後 這個由來 有沒有 この気候にあるため 因為有這個氣候 有沒有 B粉や 米粉 干しがき 米粉 米粉好像要吹乾的 風很大 要把米粉吹乾 還有這個 乾柿子 有沒有 我們乾柿子 叫什麼 四餅 作る 來做這個米粉 還是四餅 最もできした場所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好 被人家是最適合的地方 有沒有 好 所以他這個介紹的 非常的好 而且 也可以順便 學一下這個新竹的 這個歷史 好 OK 好 好 而且他寫得非常的好 然後 其實 呃 而且 說真的 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然後介紹的非常的細 好 沒有好 肯丁是什麼 肯丁啊 有沒有 好 還有介紹食物 食物是我的落象 因為常 帶日本人 在帶日本朋友 在台灣的時候 看到什麼餅 什麼餅 什麼豆花 什麼一大堆的 都沒有辦法介紹 嘿 OK 那他這邊 其實寫得蠻好的 有沒有 該寫都寫出來了 然後有些食物單字要備一備 齁 我看這什麼 蔥抓餅 蔥抓餅 金牛角 麵包 有沒有 南俠那邊 有沒有 好 OK 好 還有豆花 有沒有 還有90種 非常多種 什麼水餃 有沒有 嘿 涼麵 還有非常非常多 還有什麼鳳梨酥 有沒有 嘿 OK 非常 這本書是非常的好 齁 如果有在學日文的看這種內容的話 齁 也會非常的想學 好 那我今天要推薦到這裡齁 呃 我很少在推薦書 那這本書真的不錯 而且這本書齁 齁 它是定價280 可是你從網路上買的話 它其實都打非常多折 那我買的時候 它打5折 買140 齁 可是這一本 這本書 就算賣500 我都會買齁 因為這個這個書對我實在來講太需要了 齁 常常 如果要接待日本朋友在台灣 逛的話 在台灣玩的時候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 呃 單字我真的非常的需要 還有對一些台灣的歷史 齁 還有什麼風景地 什麼一大堆的齁 齁 所以這本書我是很真心的推薦 那我也希望這個什麼 這個台灣的各大出版社齁 你們可以多出這一種書 齁 因為這種 這種書還蠻難找的 那種介紹台灣的那種旅遊的書 齁 還蠻難找的 而且 寫的比較深的 比較好的 然後家庭又便宜的真的很難找 好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